嗯哼 青春期的恋爱 你说是怎么恋 我只好一直怦然行动 闭眼闷头干干 草丸与树荫 还不对调言两卷 我终于考进大学准备疯狂见试眠 稀里糊涂谈吧 傻巴基乐 毕业终身响起 听到扭机一声醉了 定间一看情况不对于无路可退 仔细一想他怎么做都不会是对 灵机一路剪起来嚼不嚼吧 他还有点脆 消化过后都是精华 不会让你醉 不会让你醉 醉醉 诶没错 上面唱的是我自己 今天圆圆继续来填坑 谈谈校园恋爱最后为什么容易毕业的事 主要聚焦大学恋爱 这个议题可是个大坑 毕竟感情都是人的软肋嘛 说不好容易遭人恨 可是又有很多宝宝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于是我决定还是来整理一下 只谈那些失败的原因 绝对不是说校园恋爱就必定会失败 此处的成与败也是功利的相对 最后能否结婚而言 婚后生活可不归我管 网上有一夸张的统计说 90%的校园恋爱都会夹击 确实有点过了 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有三对成功了 虽然后面有一对离婚了 但那个原因特殊 如果你正在校园恋爱当中 我是真心的祝福大家天长地久 看这期就当是提前避避雷 如果经历过失败的校园恋爱 那就当是温过儿之心 本期讨论是以我与我身边失败的例子总结 进攻参考 那为啥校园恋爱总在毕业之际 是无杖身之地呢 凶手究竟是谁 有人说 诶 还用说的 这样说太抽象 我给大家细化一下 首先是物理距离 无论是就业 亦或继续读书深造 只要两个人脱离了朝夕相处的环境 彼此的物理距离就会产生 有时候再牢固的感情 也终底不过 极个别人也许能够距离产生美 但对于大多数的情侣来说 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相处更为真实 真实的东西才能稳固 这也是很多人熬不过 异地恋异国恋的原因 距离远了 共同的环境就少了 本来相靠近的两个圆圈 各自周围都会 因缘出新的生态圈 无论怎么否认 相互摩擦而产生的火花 就是会越来越少 甚至连架都超不起来 其次就是精神距离 物理距离产生后 如果彼此近往一处时 用强大的意志力 始终相向而行 那也许精神还不会产生太大距离 可往往人们都是有心无力的 我们总会低估 新环境对各自的侵蚀 我们需要花时间精力 去适应新的事物 新的社交 当各自的新圈子渐渐平稳后 就会发现 主要表现为 共同话题越来越少 聊天的欲望逐渐减弱 为什么 因为感情的维系 需要很多即时效应的助攻 比如加班太晚 一次朴实的护送回家 总比微信上一句 注意安全来得更实在 需要与被需要 会在一次次信息延迟中 变成不再需要 依赖没有了 精神自然难以相依 所以每一句 下次再说了 其实都是关系终结的 慢性毒药 爱一个人 有些话 是一刻都不能等的 如果看过 我说分手的那期就知道 我的上一段感情是 大学四年加 异地一国一年 他读研 我工作 距离远还有时差 曾经我也无比自信 对毕业季就是分手季 那是嗤之以鼻啊 从未有过怀疑 飞行时 每每和不同称务长 提起我异地恋的事 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告诉我 你们肯定会分手的 当时我还非常气愤 心想 哼 我才跟你们不一样 还天真的以为 We are special 结果我们的联系 从两天一次变成一周一次 到最后一月一封邮件 当我还沉浸在 写信的文艺快乐中 却忽略了 这个社会 已经快到容不下 这样的慢了 很多事情 会在信息滞后中发生变化 在察觉时 为时已晚 不只是我 很多其他春务员的校园恋情 也是如此败给了距离 二不同的未来规划 这里的规划 不是指职业或者是理想 两个独立的人 当然会有不同的梦想与追求 但即使再不同 也需要有共同的奋斗目标 它可以是一起成长 或者在某个时候 达成某项约定 入未来的计划里 根本没有彼此 那何谈长久啊 还有就是人生阶段规划差异 比如这个时候 你想结婚 但他想拼事业 想要的东西有时间差 关系自然也难以为继 这也是为什么 长辈们总是劝闺女说 要找一个比自己大一点的人 因为部分男生 就是定性的比较晚 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们往往还不确定 自己想要什么 人生规划有差异 而无法相互妥协 也就注定了分开的结局 我当时很清楚 如果他回国 我们还要异地 还不能结婚 那这段感情 就算是走到尽头了 因为异地一年中的后半段 我们的关系已经很糟糕了 联系是越来越少 最后他连邮件都懒得写 经过一番拉锯战后 他仍然决定回国后 要去别的地方闯一闯 我就主动提了分手 既是最后的挣扎 也是理智思考后的决定 他考虑了一天后 没有挽回 我才明白 有些东西 真的会因为各自想要的 阶段不同而产生变化 他自己后来也承认 就是爱变淡了 所以爱真的会消失的 我们也算是和平分手 但我比较不满意的是 这么些年的感情 竟然是在微信上结束的 让我觉得很不被尊重 后来问了很多男生 他们都觉得 分手没有必要见面 可是我们女生 都比较有仪式感 最后我再三坚持之下 才以微信视频 结束了这段关系 中间细节就不多描述了 总之走到这一步 彼此都有问题 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 两个人相处过程中 就算有那么一尼尼不舒服 也一定不要憋着 及时提出 及时治疗 到分手才一次性说 既伤人又无济于事 好吧 一日未入社会 我们一日都是稚嫩的 因为没有来自金钱 工作等各方的压力 校园恋情就像是温室里的花 难免有些脆弱 我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会在进入社会之后 受到一些冲击与洗礼 它会根据 见识与阅历的增长 而产生变化 等我们在社会上 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后 才会逐渐趋于稳定 所以当校园情侣 脱离了温室 阳光水分的供给量 与方式产生变化后 作为个体 我们自己都在挣扎着 向上不断变化 这朵需要二人 合力浇灌的脆弱小花 能否继续成长 自是充满了变数 没有精力压力 自然也就难以明白 什么是责任感 尚未成熟的三观 以及未成型的责任感 都会成为校园恋情 开花结果路上的绊脚石 分手几周后 他又回过头试探性的问我 能不能等他 我当时真的不敢相信 成年人应当为自己的 每一个决定负责啊 其实不是咱等不起 只是于我而言 他已经没有等的意义了 我们的很多观念 已然不同步 为彼此付出的意愿 也不再强烈 强扭的瓜 他能填吗 虽然这段感情 看起来大学四年都挺好 可我始终觉得 他缺少一些磨练 他说要出国读研 我就觉得这是个机会 若能经受住异地的考验 方有结婚的资格 而事实证明 这段感情确实有些不堪一击 所以当断则断 尽管那时痛苦了很久 但我从不后悔 并且永不回头 说来说去 杀死校园恋情的 好像是社会 但仔细想想 以上三个戏话原因之内核 是变化 社会环境 那都是外部影响 而变化的主体 始终是我们自己 所有感情的开始 维系终结 都离不开双方的努力 因此凶手是你 是我也是他 我和男行的几个朋友 几乎是前后脚经历的 校园恋情分手 彼此作陪中 都替对方感到不只是 多年的青春 富之东流啊 蓝寿香菇中才知道 这是沉默资本心理作祟 当时我听到他在视频里说 啊就让我们做 回忆里的男女主角吧 真想催他一口兔目 现在想想 依然很不齿这个说法 但我却不否认 那些年彼此陪伴的时光 倒也不假 毕竟他也令受 原生家庭伤害的我 动了结婚的念头 我付出了青春 他也付出了青春 没有谁会欠谁 分手只不过是我们 都不再愿意为彼此付出而已 咦 照这样计 是不是做了事之后 再拍拖比较稳妥一点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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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失败了 但我仍然鼓励大家 可以在大学里 谈谈无忧无虑的恋爱 因为我们不仅要学习知识 更要学会爱与被爱 这也是一门功课 一种能力 也是需要锻炼的 失败后不气馁 不怨天由人 从中汲取教训 认识自己 提升自己 这样万一我们将来 在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才能做对的事 不过呢 也不能过量 我从分手到现在 也单身快五年了 我不谈恋爱 我妈总怀疑我是受伤太深 其实真不是 我只是觉得 人的爱很有限 我没办法分给太多人 没有特别聊得来的 我宁愿担着 我想受单身的自由 也想成为更独立 更健全的人 无论将来能否遇到Mr.Right 都能从容面对 不悲不抗 我绝不会为了结婚而结婚 但也不拒绝认识新的人 不过目前对于我来说 搞钱和搞事业 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此时 你正在精力打击 你要这么想 及时止损也挺好的 总比将就着结婚 到最后感叹蓝音续果好吧 我觉得真爱还是存在的 相信美好 才能遇见美好呀 行吧 今天就落到这里 喜欢别忘了点个关注 还有圆圆的东西 老圆偶尔跟你谈谈爱 咱们下期再见 见蛋 她们说你是假猫 快告诉她们 你不是 嗯